蔡總統到屏東去的時候 屏東縣長盤崩安講的一件事情 現在引發了這個討論度 最主要是因為他有特別講到 高雄的捷運要難言 可是因為他現在 連紙上談兵的階段 好像只有到紙上談兵 連這個什麼企劃 報告 都還沒有交出去 但是屏東縣政府告訴大家說 已經確定了 已經定案了 而且中央已經在審查了 所以有人就講說 你是不是到底是選錢在變騙票 連高雄市的副市長葉匡史 也講說你根本就是騙人的 那潘胸安有他最新的說法 我們來聽一下 好的 屏東縣長潘胸安 今天上午11點多 緊急召開記者會 為的就是要把高捷 是否從林園延伸到東港 已經定案了 說個清楚 來聽看看他到底怎麼說的 陳副院長特別講到捷運的部分 我在現場指示證實 有我們確定了這樣路廊的拍榜定案 確定路廊的拍榜定案 是由這四條路線裡面 小港 東港為優先 包括其他三條路廊都要同步 在年底前送到交通部 去做相關路線核定 好的 可以看到相對於昨天 在台上說的斬釘截鐵 今天潘胸安表示說 高捷林園到東港指的是路廊 以及路線定案的確定 目前高坪兩個縣市完成共識 會把案子在年底前送到交通部 來進行審核 不過高雄市會反彈這麼大 就是因為目前高捷紅線的南端 只有到小港 連小港到林園都還沒通過 可行性研究 更不用說還有後續的行政流程 因此如何讓林園可以延伸到東港 可以說是根本就還沒有明確的方向 因此雙方對於流程的確定 是確定在什麼地方 產生了極大的增值 也讓一條高捷路線 在選戰期間 再度成為藍綠的攻防焦點 以上是我們所掌握到的情況主播 屏東縣展潘胸安致詞的時候 特別講到說 高雄的捷運 已經確定要延伸到屏東了 連路線經過哪些 他都講得很清楚 他的昨天的用字 他說其實已經送到中央 行政院來審查了 他的用字是這樣 可是他今天告訴家說 沒有啦 我講得說 是路廊的部分已經確定了 有這個修正的情況 我們先來聽一下 他昨天精準的用字 我可以直接證實 高雄捷運 在我上禮拜跟高雄捷運局 開始開的路線 已經證實在年底 路線定案之後 就是由林鄉劉來到 我們東港 由新鄉東港 到後山 再來再來到中秋 這個部分路線 也兩個管市政府 已經證實定案 這樣好不好 我說聽得很清楚 用字叫做正式的定案 而且送到行政院來審查 跟他今天所謂的 這個路廊的部分已經確定 說法是有一點不一樣 那交通部長林佳龍 被問到這事情 因為最主要是 這個高雄市的副市長 葉匡史 他覺得根本就是說謊 你確定了什麼 你是不是有騙大家騙票 那交通部長林佳龍 他回應 他說目前都是 依照行政的程序來辦理 蔡總統也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只有簡單的回答 他說相關的部會 自有專業的判斷 我簡單回答就是說 其實高雄捷運市都會捷運 往周邊縣市去延伸 都有在進行評估 當然屏東縣政府 有這個需求 也有提出來過 當然也要納入 由高雄市政府 來進行審議 我們交通部的立場 就是說都會以捷運 構造整個城鄉 能夠均衡發展 這個就按照我們的行政程序 來辦理 蔡總統你覺得那可行嗎 這個還是讓相關的部會 用他的專業來判斷 事實上這幾次滿巧的 每一次有爭議話題的時候 隔天總統就會跟這個爭議 相關的部會首長 就剛好在一起 等於說這些麻煩的問題 就是部會首長來回答 蔡總統只要做一個 原則性的回答 這些火就不會燒到的聲聲 所以我也想到說 最近其實韓國有很多爭議的話題 很多人都喜歡問他本人 可是事實上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這種知知覺覺的事情 其實不需要主帥 親自來回答 到底高雄捷運 是延伸到屏東 現在的進度到底是怎麼樣 是真的已經定案了嗎 中央在審查嗎 我們現在視訊連線 高雄市的捷運局長 范楊財 范局長 局長你好 你好 是 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高雄捷運延伸到屏東 他的進程是如何 進程是這樣 我跟各位報告 原則上我們是依據交通部 有頒發一個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及周邊土地開發案 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體 來做這些相關的程序 其實整個程序有三階段 第一 局長報理是因為我們有準備一個截圖 我們現在秀出來這個截圖的部分 也就是高結 資料結 總共有這些程序 局長 不好意思 您繼續講 有分為這三階段 也就是這三個階段 也就是這三個階段要完成之後 這個路線 這個捷運路線才算定案 才可以進入後續的施工跟設計 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目前因為屏東縣政府 也委託了我們高市府 來進行相關整體捷運路網規劃 就我們幫屏東也規劃了四條 相關的捷運線 我們也召開做八次的一個工作會議 原則上是在兩個禮拜前 在11月21號的時候 我們有把相關的規劃一個成果 我們也去跟潘縣長 有做相關的報告 潘縣長他也認定說 希望從高結能夠延伸到東港 是他們希望能夠來爭取的 那這個整個的計畫是由屏東縣政府 要去跟中央來爭取 我們只是列入是他們的一個顧問 他委託我們幫他來規劃 那因此相關的整體規劃路網 經過11月21號跟潘縣長報告完之後 我們原則上會在明年初 才會給屏東縣政府 由屏東縣政府來轉交通部來核定 那這個的話就是目前的階段 就第一階段 因此他們所謂說核定 事實上是還沒定案的一個問題 那等交通部核定了 這個整體路網規劃之後 接下來才有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所謂的可行性研究 就第二階段 那可行性研究本身要做什麼 他要做15項的一個評估項目 那15項評估項目裡面 事實上我們有三個一定要列入可行 第一個這個路線是可行的 第二個技術要可行 第三個就是整個的財務要可行 這個財務可行是什麼 就是指說我要新建的一個建設成本 建設一個費用 這個建設費用包括什麼 包括中央跟地方本身 到底要分攤多少 建整個的經費來源 這三個確定之後 我才有辦法讓可行性研究 報請行政院核定 等行政院核定的可行性研究之後 才能夠進入到下一個第三階段 那一般可行性研究 就以往捷運的話最少要兩年 因此進入到第三階段 就必須要有三個報告 第一個叫做都市計畫變更 第二個就是綜合規劃 第三個就是屬於環境影響評估 這三份報告 那這三份報告分別要由 綜合規劃是由交通部 要來審議 而且要核定 環評必須要由環保署來審議核定 那就以往所有的捷運系統 至少在第三階段 最少最少的時間要三年 因此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 要總共要還要在五年的時間 那這個路線才能夠定案 才能夠來施作 因此我們也跟潘縣長講 這個整個的計畫期程 他也自己有講過 要花到十年 所謂十年來源就是剛剛講的 第一階段要一年 第二階段要兩年 第三階段就要三年 整個就六年 再加上後面的設計跟施工期 這都是十年的來源 所以說現在如果講 這個路線已經定案了 事實上是為時太早了 為什麼 因為我還要經過可行性研究 才有辦法確定經費來源 要進行環評 才認定說這個路線是可以的 就是這樣 各位來報告 局長 簡單講說 這個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的話 至少要超過十年 那我們現在是在第幾階段 是在第一階段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才進入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我們 局長一般我們會跟選民 跟民眾來講說 我們這一個工程已經定案 確定會是在哪一個階段 我們一般會講 如果可以進到可行性 至少要進到可行性研究 因為可行性研究表示說 中央已經匡列預算了 那後面的綜合規劃 局長你是說可行性研究 要結束之後嗎 還是說我只要進入可行性研究 我就可以說定案了 要可行性研究定案 定案 所以至少也要三年 對 因為定案我才認為 這個定案是要做可行性研究 不是可行性研究做出來 不是 就是行政院要核定 對 叫行性研究 這個東西我們做完之後 要交給交通部來審議 審議好之後 他轉給行政院來核定 剛剛我講的 核定路線 核定技術 也核定他的財務 就是本身的中央 從哪邊匡列這個預算 才有經費的來源 不然你在整個路網規劃 根本都還沒有 局長那講直白一點的話 等於說這兩個階段 至少要三年之後 才有辦法可能告訴局面說 這個事情我們真的定案了 是不是至少要等三年 沒錯 就是說我們計畫的來源 已經匡列這個預算了 那當然我後面有講到 後面第三階段是大家要努力的 因為本身還涉及到 整個車站的位置 還有包括整個環境影響評估 那這個就是大家要去努力的 那這努力一般來說 會花比較久的時間 因為環境影響評估 涉及到整個地方的建設 那包括都市計畫變更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要花三年 所以說我們一般都會比較保守的 那當然給選民 當然第二階段只要核定 我們就認為說這個路線定案 但是就我們做工程 我們一般會到第三階段 我要確定環評過了 綜合規劃過了 那我們才會跟大眾來說 我這個東西定案了 我們可以開始來動工私隱界 謝謝局長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局長下一次再見 還有 contemplating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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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